免憲犯申請者制留問題一直困擾本港多年 他們被指濫用法援和免憲犯申請程序浪費公帑資源 有議員星期一在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說 本港每年用十幾億在免憲犯申請人士身上 當中有人濫用司法覆核拖延留港時間 法律援助署每年也會批出多宗個案 質疑法援署把關不力 我們也知道有些免憲犯申請的人士 一落機就已經有律師幫他們舉手申請免憲犯申請 也有人投訴他們去教別人這樣做 如果我們明知道有人在用這樣的手段 甚至是鼓勵一些人或幫助這些人去申請法援 去打這些司法覆核的官司 從而可以讓他們拖延時間留在香港 而我們的法門又繼續資助他們 縱容這些律師或大律師樓去做這些事的話 其實我們怎麼對得住我們的納稅人呢 之前我們也做了一個顯示 就是在這個分配名額那裡 每一位大律師或律師可以接司法覆核的案件 就是由去年我們開始 實施減到每12個月就是3宗 我們覺得自從那個措施實行之後 都是有良好的進展 因為我們留意到 每個律師平均接的案件 是有一個下跌的趨勢的 郭佩帆有關注有律師樓 懷疑包攬相關個案 擔心雖然有配額限制律師處理中數 但限制不了律師樓輪著做 我們沒有超過限額 我們也有機會再委派這些和律師樓的律師去辦理關案 柱方說過去三年一共接到1468宗 免憲反申請人提出法援申請 有1212宗被拒 204宗獲批 至於柱方會用多少時間審批免憲反申請人士申請法援司法覆核 莊恩東說服務承諾為3個月 如果成功批獲法援會轉為司法程序 所需時間完全視乎案件進展 而過去三年 柱方批出247宗和司法覆核相關的法援證書 涉及開支大約1億 其中在2020年21財政年度 相關開支3,400萬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 沈滞